各位学员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给大家讲一讲NMAP主要参数介绍第二部分 那么首先我们给大家讲一讲NMAP的服务与版本探测功能 NMAP具备一个NMAP Service包含了大量服务的一个数据库 NMAP通过查询该数据库可以报告哪些端口可能对应于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但是在这里并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第一个参数-SV 那么就是一个对目标主席进行一个直接的服务版本探测的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参数-Version Intensive 那么这个参数是设置版本扫描的一个强度 其默认的范围为0到9 我们如果不对它进行一个设置 它的扫描强度默认是7 那么在这里强度如果越高 扫描的时间就越长 服务越可能被正确的识别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设置了一个把机作为实验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IP地址为192.168.71.183 我们在这里运行一下NMAP对它进行一个探测 我们使用SV这样的一个参数 稍等片刻 好的 经过短暂时间的一个等待扫描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 那么在这里它探测到了有FTP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疑似的版本为2.3.4 包括 阿霸奇2.2.8 使用了Ubuntu这样的一个发行版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么大家看还有一些MySQL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版本等等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SV这样的一个参数 去探测一下目标主机运行的服务 大概的一个版本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 这个探测并不是完全正确的 NMAP还给大家提供了使用脚本进行扫描的这样的一类功能 那么NMAP的脚本扫描允许用户自己编写脚本来执行自动化的操作 或者扩展NMAP的功能 它使用LUAR脚本语言进行一个编程 那么默认的这样的一个脚本扫描是-S大写的C 使用默认类别的脚本进行一个扫描 其次它提供的扫描脚本是非常的多的 可以使用-script的等号 加上这样的一个脚本名称进行使用 通过这样的参数使用某个或某一类脚本进行一个扫描 支持通贝福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指定的一个脚本的类别 对目标进行一个全套的一个扫描 脚本扫描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会在后面单独使用一节课程来进行讲解 第七部分 操作系统探测 NMAP的操作系统探测功能 使用TCP IP 协议站 Finger breathing进行一个探测 NMAP发送一系列的TCP和UDP的报纹到远程主机 检查响应中的每一个比特 测试后NMAP把结果和数据库中超过1500个已知的Fingerprints 进行一个比较 如果匹配 那么则输出一个结果 这样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我们之前的课程所提到的 如果对目标主机进行一个漏洞分析 最基础的一个就是知道目标主机运行了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系统 杠大写的O是启用操作系统探测 那么在NMAP在这里没有体现出来的一个参数是杠大写的A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万能开关 这是NMAP的一个特性 杠大写的A是同时启用操作系统探测和服务版本探测 我们在这里还是使用刚才的把机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首先打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NMAP命令行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操作系统版本的一个探测 稍等片刻 好 经过很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等待 大家可以看到 目标的把机运行了一个Linux2.6点几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它已经扫描出来了目标开启的一些端口情况 我们在这里也就可以理解为-O这样的一个参数 是可以同时扫描一个操作系统版本和端口开放情况 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次使用一个-A对目标进行一个探测 好的我们稍等片刻 好的经过一定时间的等待 大家看这个扫描已经完成了 可以看到像我们刚才服务探测里面所扫描到的一些运行的服务版本 以及它目前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的类型以及版本的状况 最后大家看它还有一个默认的开启了一个trace route这样的一个功能 一个路由跟踪 好的那么NMAP在操作系统探测里面还提供了其他的一些参数 那么大家看有针对指定的目标进行一个操作系统的一个检测 还有一个就是当NMAP无法确定所检测的操作系统时 会尽可能的提供一个最相近的这样的一个匹配 第八部分 NMAP的时间和性能方面的参数 那么NMAP开发的最高优先级它是性的 也就是说这个软件扫描的过程之中是以性能为第一优先 但实际应用之中很多因素会增加扫描式的时间 比如特定的一些扫描选项 防火墙的配置以及版本扫描等等 那么在这里它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钢T这样的一个参数 设置时间模板的这样的一个极数 会在0到5中间选择 那么在这里T0和T1用于一个IDS的一个规避 T2降低了扫描速度 以使用更少的一个带宽和资源 默认的这里为T3 没有做任何的优化或者改变 T4假设具有合适以及可靠的网络 从而加速扫描 也就是说默认你的网络还不错 可以通过这样一个T4的时间级数 去加速一个扫描的过程 那么T5就是假设你具有一个特别快的网络 或者愿意为速度而牺牲一个准确性 那么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时间级数的选择 那么下面提供的参数 也还有很多 在这里时间的关系并不一一介绍 那么比较主要的有一个刚后次的Timeout 那么这个参数就是说放弃一个低速的目标主机 时间单位为毫秒 比如我们设置为500 扫描的过程当中超过500毫秒 还没有扫描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主机 就会自动放弃略过不再扫描 第九部分是防火墙和ITS的规避和气片 那么它的参数呢还是比较多 有-F报纹分段 有MTU也就是说使用指定的MTU 将TCP头分段在几个包中使得包过滤器 ITS以及其他的工具的检测更加困难 给大家主要介绍一个-D这样的一个参数功能 也就是说隐蔽扫描 我们可以使用逗号分隔每个幼儿主机 用自己真实的IP作为幼儿 那么我们要使用大写的ME这样的一个选项 如果我们在设置的这个过程当中 把我们自己的真实IP放在6号或者更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一些检测器呢就不会报告真实的IP 也就是说我们在扫描的过程之中 会向过滤器报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IP的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自己真实的IP在比较靠后 也就是说6号或者更厚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一些安全机制就不会报告我们真实的IP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去扰乱安全机制 检测我们真实IP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如果我们不使用ME这样的一个参数 那么真实IP将会随机放置一个位置 在第二个-大写的S这样的一个参数下面 我们可以指定一个IP地址 伪造数据包的原地址 也就是说我们直接使用这样的一个参数 去修改我们自己真实IP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最后有一个-source-port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伪造我们自己发包的真实原端口 伪造数据包的原地址 是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后一个功能模块是输出选项 那么主要是用于我们把NMAP的扫乱结果 用在不同的场景之中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再具体的去讲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自行查阅一下每一个参数对应的格式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布置一下客户作业 首先自行查阅资料 整理NMAP的参数功能列表 第二搜索利用NMAP进行渗透测试的一些案例 可以对比一下多整环境中不同的使用的方法 好了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